主料,排骨自百克,花生一百克,偶一结,黄芹片五片,补量,葱,盐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排骨洗净,放了一块猪皮,连熬洗净切滚刀块,锅内烧水,开锅后,焯血水,捞起排骨,用凉水多冲几次,倒入电瓣锅中,放入洗好的花生和黄芹片, 加适量精水,按下猪汤键,煲一个小时左右,倒入莲藕,一起煲,接着煲一个小时左右,放盐调味,出锅前放适量葱花,装起OK,烹饪技巧,一次性放足够多的水,除了加食材,尽量少开盖,电饭都煲出来的汤,一点也不比沙包包的差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